illness 啤梨晚報逢星期一至五六點至八點 主持啤梨林康正 和你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問三條問題 有三個朋友 最快答得到的話 就會得到禮物 還是我問一條問題 最快答得到三個呢 問一條問題就好了 一條問題就好了 一條問題 最快答得到三個 Wish 到我們的 8481 1079 我們就會通知你 來領取這個 由木經眼藥水贊助的 木經眼藥水一瓶 價值 580元 但是你遲些來拿就是780元 大家要記住 我希望 你說我用開東西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我不會你用不用過的 所以目標就是希望 多些未用過的朋友來試一下 但是我們不知道你用過沒有 有沒有買過 總而言之 你答對問題 最快的三個 我們會通知你上來 即時會知道你中不中了 我通知可能明天才通知 但是即時知道你中不中了 好了 問題已經考慮了 我們繼續去南疆走 南疆走 南疆如果我們玩 你們大團通常有一天 南疆有11天到15天都有 玩都那麼長 因為新疆很大的 因為你飛機去烏魯木齊 六多小時 你看地圖 因為新疆是六分一的鐘 所以其實它一個城市都要幾個小時 所以你要玩 地圖 特別南疆這麼長 就是要 起碼12天 起碼12天 好 這裡呢 這裡是鹽水溝 其實它副車有個副車大河 其實它就是 它裏面的那些鹽水 鹽清分 鹽分很高 然後就流過有些侵蝕 所以有那些熔岩地茅 所以你會經過那些溝 其實阿靖啊 那時曾蔭權不是帶過我們的 那些 去大西北的 為什麼一個 的項目都看不到呢 我們在網上 有一間被人分化了的酒店 是啊 有一間 喂 其實大西北有很多世界 我看到這些 會周圍建房子 建多幾個軌城 有很多地方 但是它其實沒有什麼 集中烏魯木齊 是啊 主要是農業 農業工業也有的 小小興工業 什麼棉花 好 再去 這裏呢 這個就是黑資二千佛洞 其實副車出名佛教 其實它就是最主要 它裏面最美的就是壁畫 就是在裏面 等等等等 先看看我張相 剛才說 那個佛洞不是那麼大的 是吧 它是主觀鏡頭拍出來的意思 其實它是主觀鏡頭拍了 其實你去到 它好像比例人那麼高 是啊 不是說幾十米那麼高 不是 不是 這個裏面都是佛教股廟 是啊 其實他們本身副車的人 他們很傳統就是要種一些壁畫 來傳遞他們佛教的中心思想 所以他們的壁畫 基本上全部都黑實 而且他們因為抗石原料 所以那些壁畫 隔了幾千年都不會變色 一定有執政 我想問一下 他們現在信伊斯蘭教 回教 但是他們能夠包容 他們自己祖先曾經 避免過的佛教的一些遺跡 在這裏 那是否他們其實 因為 我不知道 是否因為他們自己 四通八達 絲綢之路 所以他們是比較沒有那麼偏激 接受其他文化 還可以保留這些 你知道很多國家 不和他們留一些東西在這裏 都瘋了 因為其實他們 不只是他們自己 覺得要相信這個教 因為他們為什麽 那時候父車佛教這麽昌盛 是個皇 是要全民都要信佛教 那才令到整個人民 都是變成佛教以中心那麽昌盛 那後來為什麽又會信回教 因為個皇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一百年又沒落一個皇 一百年又沒落一個皇 一個皇 一個皇朝 或者一個國家又被人吞併了 那他變成了第二個來到 第二個不是信武佛教的 那便變成了第二個 如果他們真的不能遷 要信教也要看頭 但是這個不只是笑話 其實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是的 歐洲都是這樣 這些壁畫 這些壁畫的顏料 就是這麽多年 這些完全是傳統保留下來的 就是你不能進去的 你是拍的 就是你很遠地看到 因為它已經圍住了 嗯 幸好 你會見到 還有很漂亮的壁畫的顏色 其實每一幅圖 都顯示了不同他們所表達的 他們的文化 他們的經濟 他們全部有一些畫 你只看這個 看他們用這個顏色就知道 他們是比較樂天的人 是的 好的 好 再去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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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些副車 風火台的古城維織 這裏呢 這裏呢 都是那些風火台的古城維織 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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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那些風火台的古城維織 這裏呢 是不想到風火台 很多都去導演的嘛 那些 風火起豬喉嘛 但又沒有望遠鏡 找這裏有甚麼畫面 這裏都是副車來的 這裏都是他們的 這裏都是他們的 這裏是副車河 然後兩個河谷那些 黑谷的風景 有沒有去過呢 有 我副車去過 但我南疆整體去過一次 這裏有沒有魚呢 也有的 有的,全部都有的 這裡都是那個裏面,打合局面的營利 輔車很大的,玩兩三天 這是什麼? 背後就是天山 但是昨天有兩天 這是火焰山來的? 不是火焰山,火焰山是在東疆的 在吐魯帆的,火焰山 這裡是天山山脈 因為天山很長的,整個新疆 對面就是天山山脈 對面就是天山山脈 天山脈就是在天山山脈最南邊 一排的盒谷 哇,你在這裡拍到小電影 真的有的 哇,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另外一個湖,一些湖羊 因為沙漠邊緣有很多湖羊樹 這個湖,其實已經離開了一副車 接著在進入沙漠 公路之前 因為沙漠邊緣有很多湖羊樹 湖羊有三千年的傳說 因為沙漠可以跟落到十米以下去找水源 湖羊就是現在的草 細細剖那些 他生了一千年不死 死了一千年不倒 倒了一千年不腐化 真的,他們真的很久 生一千年不死 是,他們死了一千年不倒 死了一千年不倒 生了一千年不死 死了一千年不倒 倒了一千年不腐化 吃了天山雪面 你讓誰知道 你要觀察幾千年才會這麼厲害 因為他真是一個人 應該不會看到一棵成長 而離開的樣子 就是這些 胡羊 在沙漠邊緣生長最好的就是 胡羊和梳梳 那是吃不吃的 草來的 他其實是防止一些風化的 水土流失和沙漠邊緣風化的問題 OK 真是大自然之奇妙 在沙漠邊緣 這些就是胡羊 OK 就是邊皮有些水源 那他最漂亮就是 他是全中國九大的 胡羊林之一來的 然後他最漂亮的 看到他秋飾就是 十月中至十月下 剛才那些胡羊的草 現在那些是哪個樹 他其實是樹來的 他有一個大作用 就是用來阻擋風沙 就是水土流失和風沙吹走 因為會風化城市 因為到冬天就好 那些風沙都會吹走 所以你說這個是不是 做物的神奇 是 結果有些人不斷地 就嚇集了 這個就是香菲武 這個 他叫香菲園 因為香菲是 乾隆和帝最喜歡的老婆 容菲 即是余安安 是 容菲 之後 其實他本身就是維吾爾族人 然後 這個其實就是他的衣冠廠 哦 即是那條絲不在 他真正那條絲就是河北傘 據說他真是香的 你信不信 哪裏的香聲 他叫香菲 就說他 即是他應該可能有些 其實新疆為什麽 他那些調味料很燉麵 譬如你吃那些調味料 你和你一般 喂 新疆的東西 那些味道都不是很濃的 都濃的 辣的都 但是就未至於咖喱味 未去到好像麻辣那些 即是都是香辣那些 都是咖喱粉 咖喱粉 咖喱粉 他就可以披掉那些羊 那些酥味 有傳人健身間 傳人健身間 所以他裏面 這個全部都是医師的風格 這是香菲 其實可能是湊湖 裡面也是 這個應該是景點來的 景點來的 可以進去看 其實他是 因為他這個 本來以前不是叫香菲霧 是 他以前是祖父的霧 後來因為大家都知道 香菲用飛 所以因爲 就是這樣叫他香菲 其實是因為我們看書經先生十六 不是因為我們讀什麼歷史 怎麼唱書經先生十六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 銅花會浩傑 飛月已晚已還 阿羅漢江山 世將門奴滅 很好聽 這裡就是客襲路程 客襲路程對全部都是頂爛敗話 你去到一個城市 你看到這些 你會不會反迫歸真 你小時候過了十年八年 你過來香港也是這樣 你始終高樓大廈是不同的感覺 客襲的名字 什麼客襲米爾 其實是一個地區 向西走就是客襲米爾 其實就是客襲米爾高原 因為我在欣州街 有一間叫客襲米爾薄餅 不是 客襲米爾牛肉包還是什麼 在黃金對面 他們都應該是印度味 就是咖喱 就是客襲米爾 巴基蘭坦 有些客襲米在那裡 有些印度有在那裡 是呀 他們就是很多在那裡畫畫 然後賣一些畫 就是客襲來的 客襲來的 客襲老程 老程 這些叫老程 意思是不是有新城 他有新城 新城就好像現代化很多 是的 其實好像一條街 一些旅遊街 周圍那些就不是 看到這些 這些 其實應該這樣說 他是保留在那裡 就不想他遷走 就是 這些是文化遺產 是的 就來到 就當是一些 啊不如你當一下民族風情 這樣 那他有沒有 在新疆呢 有沒有一些 什麼碧桂園之類的 那些大型屋苑 有的 都有的 他這些應該有政府補貼的 我記得好像問過 因為你始終 在那裡 就算你是裡面生活 你看到很悠閒 其實可能他根本沒有錢 要賺不到錢 因為他很多老人家的 這個好像那些老人 他去了那些老人區 他去了那些老人區 所以 要不就見到小朋友 要不就見到老人 就很少會見到年青人 那些所謂做事 是的 所以就我想這裏應該有補貼的 嘩 如果是新疆 買買房子的 不要賣 你住啊 下10米的那些 下10 不是下10米 OK 好 出去 這個都是古城 嘩 其實很多這些老人家的 真的 就是很多人特意拿一場鏡 這些未必是老人家的 這些可能是這麼大話 比我還小 再去 全部都是伊斯蘭教 就是很多人看 因為你看人物風情 一定是南京師傅 奧巴基斯坦 這些真的 是的 這些就是他那個老城 是伊斯蘭 是的 這裡呢 這裡就是 這個應該是叫做 艾提朵清真寺 這個就是 最全 它裏面最大的法庭 就是整個新疆最大的清真寺 OK 剛才那個是第二大的法庭 剛才那個是第二大的法庭 這個是第二大的法庭 這個是第一大的法庭 第二個在副車 第二個在副車 是的 這個都是裏面的風格 這個比較漂亮的 裡面的特色的地方 這個比較漂亮的 你知道為什麼 那個頂要起到這樣圓嗎 這個回教 宇宙中心是嗎 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就是令到他們 可以不用用咪 都會回覆了些聲音 就是講講講講講講經 一天他們要擺幾次神的大樓 幾次到的 再去 這裡就是 中巴邊 去中巴那條公路 這裏 你沿途就是會看到坤崙山脈 這個就是中巴公路 簡單來說 是的 坤崙 這裏就是客閘再下去 其實 下到客閘庫爾干那裏 其實就是整個中國最西點 就是那個7號界碑那裏 就是整個中國最西點 即現在一度向最西點那裏 是的 它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邊界 這裏有沒有什麼動物的 沒有的 這邊不是森林草原 所以這裏沒有什麼保護區的 那些山外 再去塔利班 沒有東西 起碼過了天山 就是坤崙山去阿富汗那裏 阿富汗 是的 都要去到它市區很久 然後 在這裏途中會經過一個 卡拉庫里湖 然後那個峰湖背後 就是有坤崙山最大的三個主峰 龔格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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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下去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卡拉庫里湖 後面全部都是水山 我真的不明白 那裏面 大陸的景點 都會用到石子 寫了幾個字 這些字是肉冷酸的 這個就是龔格爾峰 它巫時塔格峰就是冰川之父 因為它裏面冰川流來的雪水是最多的 還有它那個海拔7500多米 這裏有七千多米的 七千 雪峰最頂那裏 這裏也有四千多米 四五千米 這裏有的了 這裏就是宮格爾峰 下一幅就是無時塔格峰 下一幅 那壺就是卡拉庫里 這裏就是七號戒碑 對面的男人都是巴黎加拉塔 我們這邊也有人守住嗎 有人守住 這些中國的軍都會守住 喂 如果你開了個閘 好像有一次 吳啟華在九品之華 那裏就挑出挑入 那裏就不會被打的 但其實如果沒有什麼衝突 巴黎加斯坦好朋友 如果沒有什麼衝突的時候 平時其實真的可以談到話 大家換眼睛 不過客人 其實印度也可以 印度打架 要打就沒辦法 以前 壯南地區打架 有時候你拿著護照是可以過去的 可以過去他那裏 可以逗留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拍一下雪山再回來 巴基斯坦 就去了巴基斯坦的戒碑 現在這個七號戒碑是中國的 那你會去到寫著巴基斯坦的英文 然後的戒碑 那他會吸引嗎 會吸引的 那你可以去到一個地方 是啊 就是拿巴基斯坦 然後於印度便被人家給問問問惡 tool 那就看看你 什麼文化博覽員 這個就是… 這就是文化博覽員 你什麼 你 nouvelle處就只有文化博覽員 你滴了的人會不同了 看得清早多好 所以它這麼厲害 真的能說bar 它這個樣子其實就是在… 上面下去ハ習那邊的人了 這個其實是一個伊斯蘭建築風格的文化園 是世界文化遺產來的 因為它有城很大的 有不同顏色的地方 但是下面是不是一些墓室來的 不是墓室來的 是一些類似清真寺 其實有屋 也有住 就像布達拉宮那樣 有得住 也有辦公的地方 那是嗎? 是寺院來的 嘩 什麼東西呢? 這個其實是仿製以前的古城 這個古城叫做 這個太複雜了 我真的不記得名字 約特幹古城 這個其實是 因為這個也是三到六國其中一個國家之一 很昌盛的 因為它旁邊就是中巴 其實就是很偏遠一點的三到六國之一 這個古城 但是就貿易比較多 對 因為它旁邊就是中亞、世亞那些 其實主色就是白色、藍色、啡色、紅色 就是幾個色的 然後它的城是很大的 不過那個城已經沒有了 它現在這個是重新再在原子上再建一個 然後就用來給別人參觀而已 嗯 是的 你看到有白塔的 就是它有蒙古族在這裡 沒錯 有白塔在這裡 那我們接著就去和田 和田就是三寶的 和田白玉 有黑玉 幾隻玉 然後另外有地毯 還有絲綢 新疆和田玉 就出名了 但是它的價值好像有跟翡翠那些很遠 沒有很多比 其實它要你發掘的 因為我唯一一次去客閘 就是在它那條玉龍客閘河 然後全部團友的導遊說 我們去收拾玉 大家找不找到漂亮的 然後就可以拿到一個廠裡 給別人去提煉 如果提煉到別人覺得有貴的東西 就幫你收回 馬上有錢的 所以在那個玉龍客閘河兩岸 就是很多這些類似玉的未刁削的樣子 你看看你有沒有幸運 如果你針到 你就可以即時拿到 即是白色的 味道是否是白色的 像石一樣的 差不多 好像我們看緬甸那些玉 即是那些石 但是你要看它河谷兩旁 都全部是那些 為甚麼叫和田玉 因為它有和田河 因為它就是和田河而出名的 OK 就是在那裡而已 是啊 這個地毯 這個和田三寶 有甚麼三寶 和地毯和絲綢 和玉 三樣東西 這個就是絲綢 這個絲綢 好 它全部都是伊斯蘭風格 這個呢 沙漠公路 這個就是塔里木盤地 那個塔克拉馬剛大沙漠 就是號稱死亡之海 世界第二大的流動沙漠 流動沙漠的意思是怎樣 即是不斷地變化 會擴大的 第一大是薩克拉 薩克拉沙漠 就是第一大 而塔克拉馬剛大沙漠 就是第二大流動沙漠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 第二大 中國第一大沙漠 OK 沿著這條沙漠公路 就是全部都是沙漠來的 但是呢 我們想想 他們當天發大心 緣起這些沙漠公路 但是其實如果那些風沙一吹的時候 那些樹又擋不到呢 哇 那條路都是小的 會不會呢 要有人清的 一定要有人做 所以他們一到冬天 就是一到風沙季節 其實就很多 很多路段都封了的了 變了很多時候會搭飛機 所以其實現在南疆 新疆的內陸機都很多的 為什麼他們這些人不想過 想一想 找一個枸罩 黏在一起呢 就是緣的枸罩 那人不准許 怕風沙進去 我覺得是否很聰明 你跟他提出一下 就是圓的膠罩,24小時 就是365天,你都可以 有行車 去啊,去玩啊 外面擺幾隻獅子,你都記得說 哦,再去 這個就是它另外一個湖洋 就是在沙漠的邊緒 就是有水源的地方,就會有湖洋 哇,這裡這麼多湖洋 是,是很矮的,全部都很矮的 其實很矮的 但是湖洋之後面又有些高一點的樹 是啊 但是矮的那些,金色的那些,真的是湖洋 OK,好,再去 那些是釀洋和湖洋關嗎? 不同的,不同的 這個就是那個鐵門關 這個呢,就是去到富爾勒 富爾勒其實就是去回天山山脈的那段路 然後再上,就回到烏魯木齊的了 那這個鐵門關呢 其實就是,因為它本身就是 36國也是之一來的 經常有仗打的 因為其實那個中路是煙喉來的 很多人要爭奪的 因為它前後左右都可以通車 所以很多這些關口呢 這個是其中一個出名的鐵門關 嗯 然後就沒有了,好像看光了 我看別人的古裝片呢 這些人要出入關口 要拿一些當時的護照證件出來的 要的,它那些是通行證的 通行證,OK 那當然啦,不要做那麼晚了 我們問吧,提死要問啦 各位網友,我這裡有三瓶 三瓶木經眼藥水 得到的網友呢 我教你們千萬不要沽寒 每日四次,每次三滴 沒有事都當有事,這樣滴 那你會得到呢 其實我的眼睛真的會大幅改善 希望我不累,我們已經賣了二千萬之計了 那希望各位網友好彩啦 記住 WhatsApp84811079 十三個 我要跟他講 剛才問我第二、第三個 剛才你說第二、第三個沒有 我有一條問題而已 最快的三個 OK 好了,最快的三個,各位準備了 那條問題很簡單 那記住到時呢 你今晚收到話,喂朋友你中獎了 那你就可以拿著一個WhatsApp 就在我們的辦公室時間 上來我們這個新田野家的 這個頻道到 去領取這個 木經眼藥水 一張價值 即將收八八十元 現在就五百八十元而已 OK 好了,問題是非常簡單 大家猜到的了 OK 喏 為了方便呢 我覺得都是要答兩個字 就不要答一二了 很容易而已 先看一看 阿爾介紹的南疆 這個西域三十六國裏面 他是其中 三大之一 三大之一 而是在 先聽完 你們不要想著我 我一定是這樣問的 好 而是在 佛教 在他的國家最昌盛的 那個是哪個國家呢 給你選擇 A A 庫車 B 狹窄 A還是B A和B B夠了 那做給私選 不懂得選擇了 那究竟是誰呢 36號佛教 佛教最昌昌的 大家 WhatsApp 840 81079 好了 那我們呢 這一個 我不知道下星期 我不是在香港 你們會否停 還是繼續 但你還想去哪個節目 其實 不是 還想去哪個地方 如果說了西北 現在西北 我都差不多都說了 我覺得很難換 中路才知道 你不如去一下 什麼 有些 冰雕啊 即是蝦爾濱那些 是不是很好 可以 有什麼 青島啤酒 有些青島妹 是不是好一點 青島妹 都不夠新疆妹 漂亮的 是嗎 當然 新疆妹 新疆妹 我今天給你看了 更漂亮 但不是 你始終是那些 鬼樣子 鬼樣子 你不同人 青島都很OK 我那些朋友說 是高的 在東北是高的 Anyway 你在這裏答沒用 榮春藍 總而言之 上我這個目擊眼藥水 就WhatsApp 8411 1079 多謝 BUTKAL 也多謝你的公司 目擊眼藥水 的而且是好東西 明天再見 今晚我們要為 白麗頓打氣 明天見 拜拜